第一张心脏病发死后,我穿梳了 还绑定了一个自称七十一的女配系统 开局 她就让我去乱葬港蛙男人,并撮合男女主 回报是送我回去并且赠予我一个健全的躯体 可是七十一给我的感觉 并不像是一个以修复剧情线为主的系统 她就像是爱情的走狗 她肯定也属狗 一再接受自己的重生之后,再次睁眼 我躺在一张古色古香的木床上 卫观盒的窗户刚好看得见外面高挂得圆圆 宿主你醒了 熟悉的少年机械音再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醒之前,这个叫做七十一的系统找上了我 让我帮忙把脱离主线的剧情掰回正轨 回报是让我回到现实 并且赠予我一个健全的躯体 嗯,要怎么做? 常年独来独往的我 不爱与人交流 这是我不知道时隔了多久 第一次开口,声音沙哑 但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难听 也许因为这嗓子不是我的缘故 男主秦世安因为脱离主线 现在已经命悬一线 被人扔在了乱葬岗 宿主现在需要去乱葬岗把男主救出来 一醒来就让我去乱葬岗 江家那么大 我怎么出去? 根据七十一的描述 江家是京城有头有脸的大户 子嗣虽少 但是江家的家底说夸张点 那就是富可敌国 宿主听我指引就好 目前只检测到男主在城外乱葬岗 需要宿主去地毯室搜寻 救出来后还需要宿主 确保剧情无偏移走向 一直到剧情完结 七十一的声音没什么情感波动 终究不过是个没有感知的机器 我随着七十一的指引 翻出窗户到一处比较偏僻的院子 从一个狗洞钻了出去 今日夜里的街上极其安静 甚至不见打羹人 一直到乱葬岗处 都没听见七十一说出秦世安的具体方位 我一股烦躁涌上心头 你一个系统 找不到男主有什么用 吃白饭也不是你这么吃的 午夜时分 树上一双双眼睛盯着我 一向好脾气的 我也忍不住对七十一骂出了声 当然 手上也没停下 拿着捡来的木棍 一下一下地扫着半人高的草丛 抱歉宿主 因为男主是意外挣脱剧情 所以我的权限不够 但是男主肯定不在这边 你往前面走走 靠近了我就能识别了 还有 我不用吃饭 七十一没了好一会才开口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七十一好像对我的话有点无语 甚至给我一种 如果它不是系统 这时候它就要掐死我的感觉 我没接七十一的话 往前又走了一会 经走了几只漆在矮处的乌鸦 终于听到了七十一找到秦时安的消息 我顺着路线找到秦时安的时候 秦时安正被几具断头尸体压在身下 应当是受了重伤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天上的明月 呼吸好似有些困难 听到我的脚步声 艰难地转头看我 秦时安 秦时安看了我好一会 眼神厌倦 就在我以为他已经死了 任务告终的时候 他才动了动干裂的嘴唇 我是你爹 我忍住了一脚踹他脸上的冲动 确定了眼前人 然后用力地把秦时安身上的尸体抹开 断头尸的样子着实不好看 惊艳的月光格外地大 我还看得清清楚楚 好不容易把秦时安扶起来 才发现秦时安并没有受伤 不仅没事 还颇有几分人逢喜事精神爽的镜头 宿主 男主已经被压在这里 整整一天了 体力值和饱腹值都低得见底 知道了 他看起来可不像是要死的人 秦时安比我还小了两岁 才十五岁 不过比我高半个头 真不知道现在的小孩怎么长的 宿主 远主时期也才一迷五五 我 今日中原 姑娘怎么会来乱葬岗 快到城门口时 秦时安呼地开口 秦时安虽不高 但是原生也不是恋家子 到城门口 我已经累得气都喘不顺了 加上现在城门大关 只能在城门口处将就 我看了眼秦时安 没说话 我并不知道 今日是中原节 其实以此时 也适时地装死不再说话 好在我是死过一次的人 并不忌讳死子 二江家并不过多在意秦时安的到来 仿佛只是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原生本就是一个有情感障碍的人 平时画手 所以 我不习惯他人的亲近 也并没有人生意 反倒是我时不时地问候 让江父江母惊喜不已 一直到江家迎来了一个表小姐 钟淑雅 七十一同我说 钟淑雅是剧情的女主 我的任务是让她们相爱 澄清 我问七十一原剧情是什么样的 脱离的部分已经脱离到什么程度 七十一却说 关你屁事 当好你的路人甲 说不定能蹭杯喜酒 想捏死七十一的理由 又多了一个 你现在需要我来修复剧情 你说 我是路人甲 我吃笑一声 毫不客气地张口回怼七十一 七十一不喜欢我 就像我总想捏死他一样 七十一被我噎了一下 语气也重啃起来 宿主只需要按照指示完成就行 剧情修复完成后 宿主就能看见全貌 说完 七十一就不再出声 反倒是秦时安敲响了房门 小姐 老爷请 秦时安来了江家后 便被我留了下来 江副见秦时安武功不错 就也同意了秦时安当我的侍从 前堂 一个一袭白衣的女子 正牵着江母的手 在说着什么 江副坐在一边 说到兴起 一同笑了起来 就连我站在门口好一会 都没人发现 女子是钟书雅 哪怕是第一次见我也看得出来 女主独有的气质 是任何一个路人甲 都媲美不了的 一直到看够了 我才抬脚往堂内走去 静止坐在了钟书雅身边的空位上 按道理来说 我应该坐江母身边 只是此时已经被钟书雅做了去 钟书雅说是江家的表小姐 只是早之前 秦时安打探了一番后 回来同我说 江家并无忠信亲族 反倒是七十一 急急忙忙地打断了 我听秦时安说话 就像是在为钟书雅打掩护 杨杨 这是你表妹 书雅 雅雅自幼聪慧 不像你从小木讷 你可以跟雅雅多学习 江母见我坐下 笑着开口 我皱了皱眉 木讷 这是一个母亲 用来形容女儿的吗 可是我在江家生活了半个月 从未听说过任何一句 江泱泱负面的话 我虽自幼丧母 但是也知道一个真心疼爱孩子的人 说不出这种贬低自己女儿 抬高他人的话 钟书雅却好似浑然不觉 轻易地跟我攀谈 从我俩的小时候 一直到现在的她 诗词歌赋 名满天下 只是我也没错过她眼里的尴尬 尴尬 尴尬啥 你坐我位置我都没尴尬 好的母亲 牙牙长得真漂亮 我不动声色地 把手从钟书雅手里抽出来 吃着吃时 钟书雅的脸色 有一瞬间的僵住 宿主 你不喜欢女主吗 七十一问 你不过是一串代码 数据 你懂人类的情感吗 你问我喜不喜欢女主 你管我 当好你的系统 江泱泱 你真的很懂得怎么弃我 江母和江父 都在关心着钟书雅的日常 给钟书雅加菜 仿佛钟书雅才是他们的女儿 我像是一团空气 漠不作声地吃着晚饭 饭后我也没打招呼 静止离开了前堂 江父江母 也像是没看见一样 不做搭理 仅有秦时安跟着我离开 钟书雅是女主 我能理解她 去到哪里都是众心捧愿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只是我没想到 她没吸引住秦时安 你怎么跟我走了 我是小姐的侍从 不随小姐走 我该去哪 秦时安疑惑地开口 仿佛我在问的是什么笑话 事实上 这真的蛮搞笑的 真想把她一巴掌 扇回忠书雅身边 宿主 你的任务 是让男女主相爱 并且澄清 七十一突然开口 重复了一遍我的主线任务 需要你说 说实在点 我并不是讨厌七十一 我真的时刻都恨不得 捏死她 她只会跟我重复 我的主线任务 是让秦时安和钟书雅 澄清 强调的多了 我就烦了 我不禁怀疑 上面给我分配的任务 到底是修复剧情 还是只需要 他们相爱澄清就好 还是 只是他们顺利澄清就好 这算什么修复剧情 七十一果然还是 爱情的走狗吧 请宿主不要怀疑主系统分配的任务 机遇并未出发 目前宿主只需要保证 主线不走歪 七十一被我呛的机械音都有几分颤抖 我毫不怀疑 如果他能滥用私刑 那他会不会给我来一份奠基套餐 可惜他不仅没有私权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甚至没有惩罚机制 呵 爱情的走狗 三不知道是不是剧情所致 钟淑雅很喜欢往我这里跑 哪怕我不爱搭理他 也能天天跑 有时是拉着我说着外面的天地 有时做我身旁安静的作画 也不知哪来的耐心自娱自乐 只是比较在意着秦时安 秦时安在时 他能在我这从早做到晚 秦时安不在时 他都做不到一个时辰 时安 钟淑雅很喜欢你啊 我坐在院里 品尝着新送过来的龙井 我不喜欢他 小姐 不要乱点鸳鸯谱 秦时安短暂的沉默后 咬牙拒绝 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不喜欢钟淑雅 七十一 秦时安不喜欢钟淑雅呀 我笑问七十一 我虽不喜欢他 但是逗弄一个没情感的系统 还是挺好玩的 所以需要宿主撮合 来自二十一世纪新中国的人 不会连这点脑子都没有吧 七十一声音毫无波动 可是我觉得 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别太过分了 那行吧 既然你是新型系统 这么简单的事情 应该难不倒你吧 我该怎么做呢 我不懂人类的情感 七十一的声音 终于不再平稳 可能还有点想电死我 秦时安 去约一下表小姐 我们去逛街 我拍了拍手上的点心线 不是没有侍女 就是爱指使秦时安 去做每一件 有可能跟中枢亚接触的事情 秦时安坐在墙头 瞪了我好一会 就在我以为 他要抽出腰里的长剑 给我两剑的时候 终于从墙头月下 不情不愿地 去了中枢亚的院子 他不会杀了女主吧 七十一担忧地问 毕竟他有点气势汹汹 那你可看好女主了 如果发现他想杀女主 你通知 我立刻过去救人 我乐呵呵一笑 但是 我知道秦时安 不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他蠢 但是听话 我简单收拾一下 来到了让人预定好的 酒楼包间 谁要跟他们逛街 我看着街的那边 出现了四个人影 一个是秦时安 一个是中枢亚 一个是中枢亚的侍女 还有一个是我的侍女 手上正递了一张清单给他们 递完撒腿就跑 清单上是难找又没有用的东西 让他们买完 天都黑了 我就不幸逛一天街 培养不出什么感情 七十一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聪明 我趴在窗檐上 看着远处他们的身影 不怎么样 中枢亚问你为什么 不准备一辆马车 七十一很明显 不太想搭理我 但是还是帮中枢亚 转达了需求 七十一跟我坦白了 她是中枢亚系统这一件事 但是中枢亚的男主员太烂了 不得已才找上我 现在七十一 就等于一个古代微信 比别的系统都多一个功能 不行哦 有马车还培养什么感情 让中枢亚走一段崴个脚 想吃这个想买那个 感情升温就是这么来的 你谈过恋爱 母胎单身二十一年 你在当什么恋爱大神 七十一 还不如跟刚来的时候当亚吧 现在我只想掐死他 不是我说的 中枢亚说的 你待会去掐死他吧 今晚不掐死中枢亚 我就把秦时安罐要扔猪圈里去 四晚上的江府 极其热闹 中枢亚坐在大堂 晚上的脚正在游一女按摩 我看了一眼 脚踝肿得比我的波棱盖还大 秦时安站在门口 看见我来的时候 愤愤地瞪了我一眼 哎哟好凶 吓死人家了 宿主请大声说出来 不要只恶心我 七十一毫不客气地吐槽 并把我的原话 转告给了中枢亚 我抬头的时候 中枢亚正泪眼汪汪 好不可怜 真想让秦时安进来看看 我又低头看了看中枢亚的脚踝 脑子倒数 我要理智 我的手告诉我 理智后悔一事 毫不客气地 戳了一下中枢亚的脚踝 疼得中枢亚哭出声 让你崴个脚 不是让你 用性命再拨爱情 我本来想说 大可不必把自己变成猪体 谁愿意受这罪啊 我就站在路边 看小孩跳皮筋 突然有人策马 秦时安一把把我甩开 甩鸡迷远 中枢亚带着哭腔 开始控诉秦时安的罪行 我问了一下七十一 七十一很诚恳地 恩了一声 一旁擦药的医女 没忍住笑出了声 中枢亚哭得更大声了 她最起码是怕你被伤到 关心你 没事的 证明咱们有进步 我只能打着哈哈 安慰中枢亚 我看她是公报私仇 我不就是说她死人脸吗 一时之间 我也陷入了沉默 我说过同样的话 被秦时安往菜底下了三天眼 差点死第二次 我回头看了眼 在柱子前抱着手臂站得笔直的少年 又看看中枢亚 中枢亚也许不是男主原刹 而是秦时安实在是不懂得拐弯 秦时安是怎么被人扔到乱葬岗的 中枢亚跆拳道教练 一脚下去把她打晕了 以为把她打死了 给她拖乱葬岗了 系统淡淡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关于我的柔弱小白花人社表妹 一脚踢晕一个恋家子这件事 我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 中枢亚不明所以地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我又缓缓挪了两步 我只是一个没用的心脏病患者 我可受不了一脚 我把秦时安喊了进来 准备质问她 为什么要让表小姐受这么重的伤 秦时安刚进来 便看到中枢亚露出来的脚 迅速转身 后之后觉得我反应过来 女孩子的脚是很隐私的 同时 听说中枢亚受伤的江父江母 急匆匆地从别庄赶回来 围着中枢亚哭得好不伤心 牙牙怎么伤成这个样子 可怜的乖呢 江母坐在中枢亚身旁 哭得那叫一个声泪涕下 江父子捧着个脸 怒视我 你怎么回事 带妹妹出行 却把妹妹害成这样子 正在看好戏的我 不是 关我什么事 宿主 是你约中枢亚出去的 行吧 确实是这么回事 七十一 你什么时候 把我爹娘的宠爱还给我 宿主 古早穿越女主定律 你人人 你妈 舅父 舅母 不管姐姐的事情 都是情 牙牙你不用说 舅父知道 又不是羊羊约你出去 你怎么会受苦 江羊羊 你今晚去贵祠堂 抄完一本佛经再出来 江父大手一挥 打断了中枢亚嘴里的话 中枢亚无辜地看着我 就像在说 真不是我不想解释 第二章 我会以中枢亚一个眼神 你要不还是闭嘴吧 羊羊你就不要瞪妹妹了 是你有错在先 你给妹妹道个歉 然后去抄佛经吧 姜母也开口劝我 我已经不想说话了 这黑白颠倒 都不需要女主的嘴巴了 不过 道歉是不可能的 要就让秦山道歉 我转头离开了大堂 身后还传来江父 气急败坏的声音 翅膀硬了 竟然会忤逆我了 好啊 好啊 伍在祠堂跪了半个时辰的 已经换了八个姿势了 身后的家丁 不断地提醒我 被挺直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终于 中书雅由秦时安搀扶着 来到祠堂把家丁 遣了出去 看着眼前的两人 秦时安一手扶着中书雅的腰 一手握着中书雅的手腕 肌肤之轻 七十一 我们是不是快成功了 宿主 请把你猥琐的表情收起来 还有 肌肤之轻应该不是这么用的 今天第十二次想掐死七十一 表姐 你这表情好 特别啊 想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了吗 没 我在想 我嘴里在想着 怎么敷衍过去 同时挣扎着站起来 但是没想到 身胶体若贵的膝盖疼 一个没掌握平衡 刚转身就一个扑通跪在地上 为了缓冲疼痛 我两手手肘也撑在了地上 跪拜之礼 了解 小姐 新年未到不用行如此大礼 秦时安笑出声 秦时安简直欺人太甚 你等着秦时安 我迟早给你下药 把你扔满是母猪的猪圈里 我咬牙切齿地开口 可是疼痛却让我忍不住眼泪 带着哭腔的狠话 没一点威慑里 秦时安吃了一声 扶着忠书雅到一旁的椅子坐下 我 我呢 老爷说 小姐要跪一晚 小姐跪着吧 说完 转身走出了祠堂 还很贴心地带上了门 要我说 大可不便 我看了眼忠书雅 忠书雅有点想站起身来 扶我 奈何脚踝太过显眼 我赶紧让她坐了回去 伤筋动骨一百天啊 早上秦时安还跟我说 不喜欢你呢 出去逛个街回来 就对你那么温柔 我这个救她的小姐 都被她抛弃了 七十一 我们是不是快成功了 七十一装死 忠书雅 我们是不是快成功了 我看向忠书雅 两眼放光 应该吧 但是我感觉 她还是冷冰冰的 忠书雅自个皱眉 纠结了半天之后 不确定地开口 肯定是不好意思 男人都这样 我坐在地上 伸手在供桌上 拿了两个苹果 扔了一个给忠书雅 宿主你很懂男人吗 牡丹二十一年的女人 七十一你怎么不去死 我不会死 我出问题 也只会回收维修 然后继续使用 那你们真够穷的 被七十一打断的 我大脑猛了一下 又继续跟忠书雅 交流了下一次计划 忠书雅也做了小半个时辰 才起身离开 我知道 七十一一直觉得 忠书雅智商不在线 但是 没想到这么不在线 站起身的时候 直接用受伤的脚踩地站了起来 静止摔倒在地 嘴巴没控制住一句果骂 脱口而出 我给她的苹果 只剩了个果盒 同时滚落在地 好巧不巧 此时的江富江武 推门而入 看见的是我坐在地上 手上拿着一个 啃了一半的苹果 地上是一个 啃干净的苹果盒 中书雅趴在一边 泪眼汪汪 撑地的手掌 不远处有一个果盒 我 女主定律果然害人 江阳阳 让你抄佛经 你抄了吗 你还偷吃祖宗的贡品 你还用果盒扔 你还用果盒扔牙呀 江母手忙脚乱地 扶起中书雅 江父则是继续破口大骂 不是舅父 是我自己摔倒的 那果盒怎么回事 中书雅掖住 说是他吃的吧 多少有点毁坏女主的形象了 但是中书雅 还是想挣扎一下 嘴唇捏如着 要说什么 我叹了口气 算了你还是闭嘴吧 杨杨 娘以为你 只是极度雅雅 哪里都比你好 没想到你 竟然想置雅雅于死地啊 江母伤心抹泪 我要不你们报官吧 我真是一天 也活不下去了 让我去被狗头炸砍头 你 江杨杨 我真后悔 生了你这个女儿 说吧 江父大袖一挥 童江母扶着中书雅离开 离开时中书雅还回头看我 但是又不敢说什么 宿主 女主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哼 每天我死了我 都是为了你们的付出 你们得给我祭巴被子 宿主放心 你死了 我会让中书雅 给你安排敲锣打鼓 五十五龙的 今天想掐死七十一的第十三次 六我跟中书雅的新计划 很快就提上了日子 中秋节到了 作为京城首富的江家 自然受到了皇家的邀请 来到了皇宫内 虽说是农工商 但是谁让江家穷得只剩钱了 这种国宴规模很是庞大 没有文化 除了金碧辉煌 想不出别的词 中书雅 玉楼金却要黄黄 宝座高悬紫霄上衣 皇宫就是不一样啊 我 你语文为什么这么好 中书雅看了我一眼 我是学中文的 关于我那柔弱 不能自理的小白花表妹 是跆拳道教练 兼未来可能是语文老师这件事 今晚有把握吗 放心吧 保证拿下 拿下什么 秦时安适时地开口 我回头望去 死人脸上带着的是死人表情 被吓了一下的我 脑子有点不太好 脱口出 拿下太子 中书雅 秦时安 七十一 路过的太子 江姑娘确定想拿下姑 我对上太子那张 最起码三十二岁的脸 草民失言 殿下息怒 还好我是首富的女儿 不然 我刚当那一句话 不诸九族 也得灭个满门 太子仁慈 笑笑离开 中书雅看着太子的背影 难难道 太子做了好多年太子吧 我赞同的点点头 毕竟当了三十年太子的 据我所知 应该就两个 一个在清朝 一个在英国 他爹应该 挺注重身体管理的 中书雅也赞同的点点头 你们知道 先帝最小的儿子 才十六岁吗 秦时安站在我们身后 悠悠开口 我跟中书雅 扯着手指算了算 哇哦了一声 中书雅 老当一撞啊 你这老当一撞他 震惊吗 我问中书雅 中书雅冷笑一声 就你想的那个 中秋国宴 其实还挺无聊的 到后半场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没有皇族了 都是喝醉的官员和富豪们 我跟中书雅 溜出紫硝店 跑到了一处湖边 表姐 虽说才八月 但是水挺冷的 不太好吧 我惊恐地看了眼中书雅 略带嫌弃 又不是你下去 你有啥不好 中书雅点点头 我俩转头 把站在我俩身后 看风景的秦时安 一把推向了虎 我们的计划 是让秦时安泡一回 然后让中书雅 去把人救上来 然后人工呼吸 这好感 不得蹭蹭往上涨 我想了想 转身 把旁边的中书雅 也推了下去 江泱泱你 患难与共建真情 加油啊 我的好姐妹 下一秒 秦时安抱着指示了 裙摆的中书雅 飞了上来 七宿主 你的计划好像失败了 我看着飞上来的两人 目瞪口呆 七十一也毫不客气地嘲讽我 两人看我的眼神 都有仇事 我突然觉得 任务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行 你们不跳 姐跳 我转头 生无可恋地扎进了水里 湖里的水 确实挺冷 尤其是此时 我的心里 也拔凉拔凉的 岸上的中书雅 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 想要下来捞我 却被秦时安一把拽住 没意会 跳下了几个侍卫 但是他们找人的速度 远没有我下沉的速度快 宿主 不要自寻短见 男主对中书雅的好感达到了八十 还差二十 你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什么时候八十的 前两天才三十 他们瞒着我做了什么 我不满地问七十一 最可恨的事情 莫过于三个人的友谊 我成了第三者 刚刚 男主以为 你把他推下去是谋害他 他以为中书雅跳下去 是为了救他 合着我是那个恶人呗 我想了想 进度都八十了 不得干完这一票再说 我抬起手臂 往上游去 想不到吧 姐会游泳 游到岸边的时候 中书雅正坐在岸边 暗自伤神 一转头 秦时安地剑指着我的脖子 哈哈 我可以解释的 我轻轻地推开我脖子上的剑 笑得有些艰难 任谁被一把剑指着脖子 都笑不出来 江泱泱 你没事吧 中书雅急急忙忙地 跑过来扶起我 我没事 我会游泳 话一出口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下一秒钟 书雅脸色一变 又把我推下了湖里 回到江府 我连夜发起了高烧 江母好歹还是母亲 说要给我叫大夫 江府说死了更好 当没我这个恶毒的女儿 最后还是中书雅 给我叫了大夫 我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 你这女主定律 害得我好惨啊 谁让你把我推下去的 活该 你懂啥呀 你知道秦时安的好感度多少吗 八十 你放心 这个恶毒女配 姐当定了 我拍拍胸脯 胸有成竹地说道 用力过猛 差点把刚喝的药吐出来 那下一步怎么办 钟书雅做尽了点 把耳朵凑过来 我刚想开口 被七十一打断 宿主 你别把病气过给女主了 救你们好人 救你们好人 下药不行 太恶劣了 你等我找人 给你俩一块绑架了 让你俩困境中培养感情 说完后 我还觉得很有道理 满意地点点头 钟书雅下一句话 把我打回现实 秦时安虽然才十六 但是她武功很厉害 谁能绑得了她 钟书雅这一个问题的结果是 我俩双双陷入了沉思 要不还是下药吧 都八十了 不差这一点 七十一犹豫了一下 问道 我看了眼沉思中的钟书雅 不太好吧 这是拿钟书雅的真结开玩笑啊 我说的是 你药不是春药 江泱泱 你是真的猥琐 系统毫不留情地抨击我 但是我真的想歪了 要怪就怪系统 不说明白 我看了眼中书雅 不好意思地收回了视线 又看了一眼 江泱泱 你想说什么 我有办法了 你等我好消息吧 巴在去祈福的山路上 我们遇到一帮土匪 二十来的 人头攒动 宿主 人头攒动 不是这么用的 我眉里七十一的吐槽 土匪是真土匪 我花高价请来的 谁能想到 令周边小村庄 闻风丧胆的土匪 是将大小姐花钱 请来的呢 两朵柔弱的小花 一个十多岁的男子 怎么看 我们的胜算都不大 想想就开心 秦时安警惕地 把我们护在身后 大有一副 鱼死网破的架势 土匪也不讲道理 举着武器就冲了上来 我拼命压一拙 想上扬的嘴角 没一会 土匪倒了一半 不是说 肯定把最能打的 都带出来吗 头子站在后头 看见翻了一地的人 心痛得直皱眉 我往后退了几步 一个高个男人 凑到我的身边 江小姐 我们头儿说 你这侍卫太能打了 得加钱 我无语地看了眼男人 把事情办好 我翻倍结款 快点 挟持他 高个男人点了点头 上前两步 一巴掌 拍在了中书雅的肩膀上 就在我以为 事情要成的时候 中书雅一个回身 抓着男人的手臂 现场给我表演了 一个过肩摔 我 土匪 说好的 柔弱无助 小白花呢 宿主 我跟你说过的 女主是跆拳道教练 七十一叹了口气 隐约间 我看见了系统忧愁的神情 要是有年龄 估计可以一下子老了十岁 我也叹了口气 还得解来 我从怀里掏出我高价买来的迷药 面无表情地挥在了中书雅脸上 又给了一把高个男人 让他去把秦时安也迷晕 秦时安昏睡过去 前脸上满是震惊 咬牙置无了半天 憋出了狡诈两个字 我上前拍了拍秦时安的脸 不狡诈 怎么拿下你们两个 土匪把秦时安和中书雅 关在了柴房里 我就找了张小凳子 坐在柴房门口 拿着一根包骨一边啃 一边听着里面的声音 我表姐呢 你们把我表姐关哪里了 中书雅可能真的害怕了 颤抖着声音问道 怕好啊 男人都喜欢依赖自己的女人 我嘿嘿一笑 宿主你好像很懂的样子 牡丹二十一年的女人 你可以不要强调这件事情吗 里面的声音持续传出来 那个小娘子吗 哈哈哈哈 她早就跑了 你们不会指望她能救你们吧 她 男人她了半天 没她出什么 所以了来 只好换的台词 你们可好好听话 不然 哪天就把你们剁了喂狗 我服饿 几句台词都记不住 有点失望 但是临时发挥不错 可以加钱 为了避免秦时安发疯 杀了这帮土匪 接下来几天送饭的 都是土匪夫人 二十岁不到的女人 在我蹲了三天墙角后 秦时安掐着夫人的脖子 走出来了 钟书雅跟在身后 彼时我正蹲在主院里 跟大哥还有一个小弟斗地主 看见出来的三人 都陷入了呆滞 失策了 应该在这几天的饭菜 也放点迷药的 江泱泱 钟书雅惊呼出声 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 被钟书雅点名的我脑子 开始飞速运转 此时 我的智商堪比爱因斯坦 哼 你抢走了爹娘对我的疼爱 她竟然还说我恶毒 罚我跪祠堂 你来之前 他们可从来没这么对过我 都怪你 我用力捏着自己的手心 往后退了几步 稍稍躲在土匪身后 用力地掐着大腿 声泪俱下 哭得万分悲愤 如果没有你 爹娘所有的宠爱 都还是我的 你为什么要来 只要你死了 爹娘的疼爱 就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上 钟书雅 听着我的话 呆滞了一下 书弟双眼一亮 如果你不作恶 旧父旧母 怎么会这样 对你 都是你自食其果 你凭什么怪到我的身上 钟书雅演技比我好 甚至不用掐大腿 眼泪就哗哗地流 脸上还净是悲痛 我从未想过 夺走你的宠爱 是你自己心胸太过狭隘 是你自己走上了歪路 说着 还往后退了几步 撞到了秦时安的身体后 瞬间脱离 要不是有秦时安抚着 钟书雅肯定会摔倒在地 宿主 你们这样骗男主 怕是会适得其反 我的表情瞬间僵住 要不是他突然跑出来 谁愿意在这演戏 说不定我大腿都轻了 我真的不能给他们 下一把穿药吗 宿主 强扭得瓜不甜 可你不是只想把瓜扭下来吗 都八十好感了 不酷甜也够味了 系统沉思了几秒 勉强同意了我的提议 酒回到江府后 我又被关在了祠堂里 原因是带妹妹外出 四天不归嫁 我问江府 为什么不罚妹妹 江府 还不是你这个当姐姐的教导无方 我有苦说不出 趴在祠堂超金刚经 本来是准备出去 就找时间下药的 生米煮成熟饭 大圆满啊 这么一想 超经文都不累了 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从祠堂出来 他俩婚书都写好了 我问七十一怎么回事 七十一叹了口气 说道 看不透 你们回来的第二天定下来的 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去问中枢雅 中枢雅皱着眉 苦着脸 想笑 但是又笑不出来 舅父舅母说 你就是欺负我 无人坐靠山 问我是否有心仪的男子 我就说了秦时安 舅父问了秦时安 他没意见就 就这 就这 早知道这么简单 我还花高价勤演员 我大腿都轻了好几天 结果就这 还没等我骂什么 秦时安从天而降 横在了中枢雅身前 你来做什么 你还想害表小姐吗 秦时安声音冷烈 男主就是男主 气势逼人 怎么还叫表小姐 为什么不叫雅雅 我嘀嘀咕咕地问系统 系统还是装死 显然不太想理我 我只能继续演戏 我喝了一声 来看到我表妹 怕她还没出嫁 就不小心死了 说完便不屑地挥手 转身 离开了中枢雅的院子 转弯时 余光瞥见中枢雅 对我竖起了肯定的大拇指 他们二人的婚礼被定在十月中 在他们婚礼之前 我被关在屋里 将近一个月 看我的人比看库房的人还多 就是怕我 每天把中枢雅嘎了 婚礼当天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侍女跟我说 中枢雅的嫁妆 足足六十四台 六十四台 什么境界 只是江家给的是六十四台 表姑爷还添了好多 太子和太子妃成亲 都没有那么隆重 据说今天太子 也到场呢 台面比过了太子妃 太子到场 我挠破了头皮 都想不明白 秦时安什么时候那么有钱了 一直到我在前厅看见 带着太子妃 和一对侍从的太子进来 对着秦时安毕恭毕敬 见过小黄叔 小黄叔新婚快乐 我正在了原地 我小步挪到了中枢雅身旁 现在的皇帝叫什么 中枢雅一样呆滞 双目无神 好像叫秦时炎吧 中枢雅 七十一 我没跟你们说过 男主是当朝天子最小的弟弟吗 这么一看 也许并不是女主 没有男主缘 也不是我跟女主不靠谱 不靠谱的 其实是七十一 一直到他们二人拜完堂 我都没回过神来 我到底干了什么啊 让小王爷陪表小姐逛街 推小王爷下水 还绑架小王爷 我甚至还想给小王爷下药 十条命都不够我赔的 宿主 任务已完成 是否脱离小世界 我看了眼席间跟宾客周旋的秦时安 毫不犹豫地答道 请务必现在就让我滚回二十一世纪 谢谢 正在进行任务结算 同时 我的意识也开始模糊 宣道的酒席在我的脑海慢慢模糊 恭喜系统回到家 拥有一副健康的躯体 期待与你再见 再见 狗都不跟你见 白白了您嘞 完结 翻外 表姐 别睡了 秦时安和其思义有球赛 待会迟到又要叽叽歪歪 我从睡梦中被摇醒 我睡也朦胧地抬起头 入目的是一个扎着一对低马尾的女孩子 一脸担忧 是钟书雅 谁 我惊讶出声 我刚刚好像听到了秦时安和七十一的名字 钟书雅轻轻叹了口气 秦时安和七十一 走吧 他们也来了 不会吧 不会有人穿越回来 之后还要面对上一世的恩怨情仇吧 两人打完球后 朝我们走来 秦时安揉了柔中书雅的头 对事后甜蜜一笑 哇哦 恋爱的酸臭味 七十一抱着手 站在一边 七十一跟秦时安差不多高 但是 五官没秦时安的硬吗 我小步挪了过去 你从哪里偷来的身体 我自己的 你别把我想得那么卑劣 我黑黑一笑 把前面 想掐死七十一的九十二次 抛住脑后 实在是打不过 你们怎么会过来啊 我皱着没问秦时安 就允许你们过去 不允许我过来了是吧 说着还冲我挥了挥拳头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江泱泱 听说你想给我下药 然后把我扔住圈里啊 秦时安一把抓住我的天灵盖 咬着后槽牙开口 我都过去了 没必要再提了吧 听说你还想给我和雅雅下药啊 究竟是谁说的 我看了眼七十一 七十一摸了摸鼻子 别过头 七十一你背叛我 我正脱开秦时安 朝着七十一冲过去 我错了 我可没有把你们花钱 顾土匪的事情说出来呢 话音刚落 周遭一片安静 我跟钟书雅对视了一眼 撒开了腿就跑 生怕被秦时安逮到 全文完结